你可回来了 真让我担心得不得了呢 父亲可别生气 因为呢扫完木 顺道经过以前住的那栋小屋 这白衣太想去瞧瞧 是啊是啊 长麻她还住在那儿 见了面她非常高兴 怎么样留医生姐吃顿饭 都讲了几句话才耽搁晚了的 好了好了 没事的 走 咱们先出去 我想等号称回来以后 说服他 让我搬出王府 我想搬回以前那个小屋去住 过那种田代而依然自得的生活 这 这 这你又何必呢 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 因为这里完全不适合我 入府至今 无从无宁日 与公主视如水火 到现在白胡的谣传纷纭 我实在贫于应付了 再加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母亲 你无法忍受也不要承认 所以你要逃走对吗 如果你不断地跟我谈论这件事情 我怎能不逃开呢 二十年来 我所深深相信的事实 你突然给我完全否决掉 告诉我一个故事 你叫我怎么能去接受 先把你我的感受摆在一边 想想看 这个故事 只要泄露出去一字半句 你难道不比我更清楚 将会引起怎样的一场淘金大祸 你不害怕那后果吗 它会影响王府中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昊珍 你要将他置于何地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 所以当我发现了梅花烙以后 我一直苦苦地压抑自己 克制自己 可是我今天实在是情不自信了 所以 显然你已经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那么与你隔离是实在必行 因为你一时的言行失控 将足以彻底毁了昊珍 我必须要防范 不不不 请你听我说 我固然对你感情强烈 但是我也不至于忘记昊珍的安慰 对我而言 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 保护孩子是每一个做母亲的本能 我不会顾此时比的 请你相信我 我的情不自信 是因为我急于付出 我亏欠你的太多了 我愿意请我所有的来补偿你 而不是预备跟你昊珍之间做一个选择 你已经做了 二十年前 你选择了一个儿子 送我明珍安斗的力气 巩固帝国的筹码 而他也让你如愿以偿 那么与其说亏欠我 不如说你亏欠他吧 当年是情是所必 假如我不那么做 我可能会失去了一切 别人带你那三个妻子 更慌了你了 偷龙转风 绝不是一个得意的手段 而是一个女人最深的背败 因为我要忍痛隔爱于苦肉生理 可是我并没有要放弃你了 我把你交给了我姐姐 就是你姨妈 她向我保证 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让你在一个富裕人家中长大 即便她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依然不能放弃 才有留下梅花老的念头 作为相忍的依据 我就是害怕会失去你 谁知道 后来 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 变变之心 白在你眼前的 是我狠心的一气 让你悲伤心酸受气的折磨和委屈 所以你心神怨恨拒绝扔我 而我无从表白 也无从证明我的心 你这个样子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承认我心里是有所怨恨 但那不是全部 还有其他的感受 我承认我 刚才我的口气是冲了些 现在 我愿意好好跟你说一些真心话 我觉得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你给了我生命 给了我梅花烙 然而这二十年来 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把我富裕长大的 却是一对善良的夫妇 我始终认作父母的人 我整个人的感情和记忆 我无一不与他们息息相关 记得小时候 在酒楼中卖一场 常有客人摄影款待 席间有什么好吃的 爹娘舍不得吃 装了一碗 带来给我吃 每逢过晚年 平日里 他们省之间用攒下来的钱 都用来给我做新衣裳 新鞋子 买好吃的 好玩的 可是他们自个儿却舍不得画一毛钱 我要生了病 爹就会背着我跑几里路去看大夫 你还会每日每夜 以不简单的照顾我 我无法把他们的爱一一列军 我只想告诉你 就算我不是轻生骨肉 可是他们刻进父之母日的养育之恩 就如同我的栽生父母 假如没有我爹的临终遗言 今天 我根本不会想起你所说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肯相信了 因为你爹临终的遗言 他告诉你说 你并非他亲身的女儿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在你眼前 是你的生母 你的亲娘 我当然知道 你要表达的是养育之恩何等伟大 我完全的认同 我也深深的感激你的养父母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再爱你 不能够再照顾你了 而我呢 现在这是我的责任 我相信他们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非常安慰的 那么 就请你 让我吧 哪怕 你现在还不能够爱我 但是 请你让我爱你 不行不行 怎么根本把话题扯远了 我才说要搬出去住 要爱你隔离 怎么可能还跟你相认呢 这样对豪真岂不是更危险了吗 你怎么可以收拾这样的要求呢 假如咱们相认 你只会对我越来越好 发生越来越多的情不自禁 你还敢说我会过此失彼吗 我 不要听什么宝辰发誓的话 我只要想到这一切 会给豪真带来杀神之祸 我就要崩溃了 而你爱了他二十年 在这个时候 我愿你更爱他 不要把爱来分给我 我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白银霜 如今要我改变 太何容易 何况现在为了好枕 我更不要变 我一生只要做他的银霜就够了 请你不要再来背我 这样最少咱们还是婆媳 否则 这点情分 我都不敢要了 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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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笔写这封寄不出去的信 我心已碎 不能否认 也不能反驳 你所说的话 只有寄情执笔 你 遗诉我的痛苦 与无奈 我承认 我既渴望与你相认 有没有把握 真的能做到受放自如 不危及浩珍 你跟浩珍 就如同我的手心 手背 同样都是我的骨肉 可是造化弄人 使我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那我看着你 就想到浩珍 看着浩珍 又想到你 各有一份心头 无休无止地交替着 我想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 而我最最不该的是 让你陪着一块来受这种折磨 当初既然能狠 今日就要能忍 我为什么不咬牙忍住呢 明日来 瞧瞧看着那大包心眼 做着搬离王府的准备 隔窗望着你 愁眉深夙 郁郁幻幻的模样 我心都在烫血呢 满指心酸泪 郁郁欢休 郁郁欢休 IO 轰 郁郁 启枉盧夫期 大事不好 发客丹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的不止奴才一个 还有王爷和两位贝勒爷 不得了的是还有皇上 皇上 是啊是啊 皇上就要清零王府了 所以王爷派阿哥丹现行赶回 通知府中快快准备恭迎圣驾了 福尽有所不知 皇上是接到了皇后派去的信差 说什么公主遭协助作罪 久病不遇情况堪余 皇上一急之下 命王爷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要亲自一探究竟啊 皇后派的信差 这 这事 怎么会传到皇后那儿去了呢 公主身边的人都严禁出府 难道有漏网之余 快别研究这个了 圣纳转眼就到 再不准备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好好好 你先叫马总管带人布置起来 再大厅接驾 你们分头去通知公主侧佛镜 还有营霜 尽快地石头石头 圣装接驾 走 皇上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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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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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ud 下 下 laş 下 后 下 朕可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臣妾责无庞贷 好一个责无庞贷 一会儿朕要为你这句话 好好地奖赏你 臣妾叩谢皇上天安 起来吧 快带朕去见公主 臣妾遵旨 额娘 额娘 额双 什么姐姑娘还敢耽搁 快跟上去 额双 走 怎么办 这下午我该怎么办才好 额娘 花阿玛 听说你从成德快马加鞭的赶回来 就是为了来看我 是吗 我 我 我真是太感动了 请原谅我没有到大厅接驾 因为 我实在不敢跨入这个院子一步 皇上兴灵 公主终于有救了 皇上圣灵啊 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 皇上 叫朕不忍足堵了 不成 你立刻随正回宫去 这个样子 不好好调养怎么行呢 不不 别叫我回宫 我 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 公主 你不要害怕 圣天子有百神呵护 福大如天 在皇上的庇护之下 你就不用再担心火怪破碎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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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害怕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不出这个院子 我就不怕 当然 我先信皇阿嬷会保护我的 只是 只是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 回宫呢 郝珍刚远游回来 我不要这时候回去啊 你倒是一颗心全在她的身上 自己的身都不顾了 郝珍是皇阿嬷值给女儿的 女儿应该全心相待 至于我的病 原来有一度是挺危险的 后来为我请了一位道长 为我做法驱邪 总算让我化险为夷 你看 这些福咒都是道长给我的 皇阿嬷 你来看 来看哪 快来看哪 我把里里外外都贴满了福咒 我从此再也没有犯病 非常灵验的 也许我气色不太好 不过假以时日 我会慢慢恢复的 还有还有 最近我一直在专心研究 关于聊天之地的事 这里头写的全是关于妖狐鬼怪 无奇不有 它让我知道了 它让我知道了许多神奇的故事 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 总会让我学习到该怎样应付 是不是 你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不会有事的 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好吗 朕不忍心勉强你 不过 浩珍的那个小妾 朕打要看看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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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抬起来 是 看朕 目光不正 果非善为 滚下去 是 好真 臣在 朕命已立刻将此女逐出王府 从此恩断义绝 不得再有任何瓜葛 皇上 皇上开眼